今年已经快要过半 近期有两份重要的民调 卢秀燕执政的台中市 报回五星首长六都第一 十三大市政面向十金三银 在卢秀燕执政五年内 台中从六都评鉴敬陪莫座 到蝉联冠军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新增的信任度表现 台中市也获得了金奖 有学者就说卢秀燕的步伐 与政治喧嚣成强烈对比 民众对他的信赖加深 这是对卢市长个人的肯定 台中市人口突破285万 卢秀燕怀抱婴儿开心庆贺 他要台中人敢生敢长也敢结婚 难得秀武器第五届台中购物节活动 总登陆消费达328亿元 创造超过600亿产值 台中捷运南线绿线延伸 及铁道海线双轨化等 三大交通建设或中央核定 卢秀燕可以为了争取台中建设预算 多次亲自北上出席行政院会 更与十任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灿 同框合体 共进酸菜白肉锅 不忘行销台中美食 刚由病激深得民众信赖 因为他的施政啊 他讲的话都做得到啊 我们努力的在做啊 让市民大家都感受得到 台湾壁垒分明的政治氛围下 卢秀燕的步伐与政治喧嚣成强烈对比 有民调显示台中市长卢秀燕的施政满意度 夺金奖再度蝉联六都第一 十三大市政面向十金三赢 其中新增的信任度也是金奖 当然卢秀燕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因为他的去政治化去政治性 让他在很多的一些议题上呢 尤其政治议题上呢 他是保持晋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份民调 卢秀燕是六都唯一蝉联五星首长 但他上任的第一年可是殿后 五年内台中从六都评鉴静培莫座到蝉联冠军 交出一张漂亮成绩单 记者陈燕一刘其宇台中报道